最新消息显示,江湖一约东部战区一线空军的首批几架尖20,已经开始交付,中国用来面对东部强敌的战机,开始进入隐身时代。 有人因此产生了疑问,车F-22在服役初期,不仅不被允许出了口,而且尽量采取国内部署的方式,之间仍然保持着神秘的色彩,就是为了防止雷达型号被它夺掌握。 根据军方说法,歼20在今年2月份,才正式交付作战部队划备地区,现在才过去接近一年时间,就直接部署在了东部战区的一线部队,不怕雷达型号泄露吗? 其实不必过于担心。首先,从美国经验看,F-22与2004年服役,早在2007年就开始的冲绳,距离我们约800公里,进行临时性。 部署一般来几个月,间隔不过三年时间。 而且这个时候的F-22可宝贝得很,因为其他国家在此十年内,基本都没有隐身战机服役。 由此可见,美国对这事基本处于开放态度。 目前隐身型的F-35已经交付给全球十几个国家,2018年也看到了F-22拦截俄罗斯图-95公炸机,进行半飞的消息。 甚至,F-22还出现在了雪莉亚战场,直接跟苏-35进行了互相探测方面的交流。 在这种情况下,F-22很容易被雷达探测并拍照,然而,美国并不那么在乎。 其实早在2018年5月初,我国舰-20就已经出海序列,展示国威了。 可见,我国也不是那么在乎。 其次,隐身器要想破坏对方对自身雷达的探测行为,是比较容易的,那就是假装龙搏透镜。 龙搏透镜外观是一个很小的圆柱体,能够一大的放大隐身战机的雷达反射信号,一般挂在机腹部位。 战机在假装龙搏透镜后,对方的探测结果就严重失真了。 其实,F-22在很多情况下,就是挂载这种东西出行的。 而我国舰-20去年5月份的出海行动,也是挂着这种装置的。 不过这种情况也有一个弊端,那就是比较容易被对方探测到,所以,以后也许我们会偶尔看到对岸或者日本媒体,关于地面雷达战机发现并跟踪五国。 殲-20战机,殲-20隐身被迫太差的消息笔者,先在这里打个预防针,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了。 同理,后面大家对于一些发现F-22,F-22被拍照的消息,也要区分来看。 对于这种情况,具体的作战任务上,殲-20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不同的挂载。 在此,殲-20加快不熟,也是对敌需要。 虽然网络上一片讨伴F-35,称其问题重重,价格太贵,可能下马的话语,还犹如昨日,但目前F-35第500加已经上线,交付数量已达360多加,已经交付给十几个国家。 目前日本F-35的数量已达10下,今年5月份左右,韩国的F-35也将到货,去年3月份交付并开始训练,今年部署到韩国。 也就是说,我国东部、东北部,即将面临F-35隐身战机的挑战。 苏-35固然号称拥有优异的探测能力,即使不如尖16,和很好的机动性能,但在雪莉亚面战场对F-20-20,实际表现并不怎么好。 其发现F-22的能力比较少,基本处于被动的局面。 所以,排出我国最强的尖20进行比优打优,就显得有必要性了。 根据存在及时合理理论,我国军方即将做出了这种部署,又一定会有充分的考虑和准备,大家放心即可。 还是欣赏美图要紧。 作者,徐梦 作者,徐梦